亞洲第一座以《哈利波特》為主題的影城 前幾天在日本大阪盛大開幕 主要演員《拽格瑪芬》也現身開幕典禮 現場擠滿了《哈利波特》的粉絲 迫不及待要進入魔法世界體驗哈利的生活 拽格瑪芬和露娜盧古德施展魔法 煞時一陣煙霧瀰漫 年午散開 身穿波巴洞學院和德蘭姆學院制服的學生 站在門口 手臂上還站著貓頭鷹 赤字約台幣134億元 耗時四年 亞洲首作以《哈利波特》為主題的環球影城 終於在日本大阪開幕 電影中飾演窄格瑪芬的湯姆菲爾頓也現身參加開幕典禮 日本粉絲也有機會走到這麽美麗的公園 很興奮看到那裡的露娜盧古德施衣服 歡迎來到《哈利波特》 霍格華茲特快車 分內貌 如假包換的霍格華茲城堡 斜角巷類的奧利凡德魔障店 會說話的畫像吸引數千名麻瓜大牌長龍 體驗魔法學院的生活 我最喜歡的 小説一巻我読到時 我一直都很羨慕 我非常驚訝 魔法學校也有很多 所以我做了很多雜誌 《哈利波特》魅力十足 主題樂園開幕 勢必再掀起一股魔法旋風 中文字幕 鈴 Barr 中文字幕 鈴 Barr 為演唱會